好饿的毛毛虫 作者是艾瑞卡尔 由真明镜 从英文翻译成了中文 月光下 一颗小小的蛋 躺在叶子上 星期天早上 暖和的太阳 升上来了 砰的一声 一只又小又饿的毛毛虫 从蛋里爬了出来 他要去找一些东西来吃 星期一 他吃了一颗苹果 可是肚子还是好饿 星期二 他吃了两个梨子 可是肚子还是好饿 星期三 他吃了三个梨子 可是肚子还是好饿 星期四 他吃了四个草莓 可是肚子还是好饿 星期五 他吃了五个橘子 可是肚子还是好饿 星期六 他吃了 一块巧克力蛋糕 一个冰淇淋甜筒 一条小黄瓜 一块乳酪 一块乳酪 一条火腿 一根棒棒糖 一个樱桃派 一条香肠 一个杯子蛋糕 和一片西瓜 那天晚上 毛毛虫的肚子好痛 第二天 又是星期天了 毛毛虫吃了一片 又嫩又绿的叶子 觉得舒服多了 现在 毛毛虫不觉得肚子饿了 它不再是一只小毛毛虫了 它是一条又肥又大的毛毛虫 它造了一间小房子 叫做简 把自己包在里头 擦在里面住了两个多星期 然后 把简咬破一个洞 钻了出来 啊 毛毛虫变成了一只 好漂亮的蝴蝶 好可点 你的蝴蝶